谈起冬天最后的雪景,你想到的是什么的地方,是马尔泰若曦的红衣,还是甄嬛的逆风如解忆,这便是中国北京紫禁城,在高墙红马下的衬托下,这里的雪景格外夺目,故宫开放后,每天都有上万的游客一睹方容,故宫的神秘在于他错综复杂,却坐落有序的庭院,在于他背后的皇帝后宫情势,更有争权夺位的腥风血雨。 故宫因为历史悠久,故事性丰富,总给人一种阴森的感觉,处于高墙内院中,仰望天空,好像都觉得天空渺小,故宫中最阴冷潮湿的养心殿。 更是藏有许多秘密,大家好,这里是纵观史书,带大家了解不一样的历史。 紫禁城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由明成祖朱棣下令建造的紫禁城历两朝三世六百年,至今仍威俄壮观,无限逢光。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定都南京,他的第四子朱棣进封燕王,封帝恰好就是北京城。 朱元璋去世之后,朱棣以武力供取了南京,成为新的皇帝,改年号为有乐。 朱棣登基之后,因为南京的气候让他住得很不习惯,再加上有人频频刺杀他,于是他便有了迁都北京的想法。 在别人的建议下,他有了建造宫殿的想法,于是他让当时的工匠绘制出了图纸,然后开始着手准备建造宫殿。 遗憾的是,故宫留下的资料中并没有关于紫禁城设计师的资料。 朱棣多次派出官员,奔赴各地区购买所需的木材和石料,然后运到北京城。 如此浩大的工程,准备工作也不会太短,从朱棣下旨督办,再到这些材料运往北京,足足花费了11年的时间。 紫禁城采用的都是名贵的木料,为了凑齐这些木料,人们往往需要深入深山砍伐。 还要开采石料,然后费时费力地运往北京城。 永乐15年,朱棣在全国各地召唤了一批能工巧匠,开始了紫禁城的建造。 故宫的建造是非常讲究的,每一个宫殿的布局以及位置都有着很大的学问。 故宫宫殿沿着一条南北纵向的中轴线,将北京城一分为二,三大殿,后三宫,玉花园都在这条中轴线上,前朝后起,三朝五门,左祖右神,中轴对称,前宫后院,是故宫的布局特点。 永乐18年,紫禁城落成,朱棣搬进了这座巍峨的皇宫,此后明朝所有的故事,就都在这方天地里展开。 故宫是世界上迄今为止保存最完好的木制建筑群,它是历史瑰宝,是前人留给现代社会的礼物。 封建王朝时期,故宫是天子的行宫,是天底下最尊贵的场所,普通老百姓是永远无法进入这里的。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故宫已经向人们敞开,它的真实面貌也在人们面前展现。 故宫规模宏大,占地面积达72万平方米,其中大大小小的宫殿共有70多座,房间也有9000多间, 每一个房间都有它独特之处。 明朝的皇帝没有什么固定的办公地点,有的在前清宫,有的在报房,有的在西院,有的则不务正业,一心玩乐,不离朝政。 到了清朝之后,皇帝延续了明朝皇帝的习惯,在前清宫上班,这里是皇帝的寝殿和办公室。 雍正皇帝在位时,搬到了养心殿居住,前清宫也就不再这么重要,养心殿就成了皇帝办公休息最重要的场所。 在紫禁城70多座宫殿中,养心殿是特殊的,这个宫殿处于前清宫西侧,面积达5000平方米。 在一段时间里,养心殿和其他宫殿有些不同。 它常年阴冷潮湿,即便是在最炎热的三幅天里,也是这样的感觉。 但养心殿并不是一直如此的,刚开始建造完成时,并不是这样的感觉。 和这阴冷潮湿的环境相反,养心殿冬暖夏凉是个居家办公的好去处。 赤墙采盐,刁篮玉气,紫禁城的一切都是那样的吸引人。 我们说起紫禁城,总会想到五门停战后的浩然正气,想到深宫后院的凄凉婉转,想到白雪矮矮,与红墙相得益彰的景象。 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段历史,是一个景点,但对于曾经的他们而言,是全部的人生。 在本世纪初,为了完整地保存好故宫古建筑,党和国家便制定了一个大工程,故宫古建筑整体维修工程。 因为这是自封建时代结束以来,修缮时间最长,规模最宏大的一次整体修缮,因此也将该工程称为故宫的百年大修。 根据整体规划大纲,从2003年开始,一直到2020年,故宫古建筑修缮工程共分为三期进行。 而作为故宫博物院重要组成部分的养心殿,自然也成为了故宫修缮的重中之重。 为了能够将养心殿修缮一心。 将此前开放参观而露出的问题一一解决,于2015年12月18日正式启动研究型保护项目并做闭门。 但直到闭门将近三年后,养心殿才正式开启了修缮工作。 许多人不解其缘由,甚至纷纷猜测是不是养心殿内的某些东西已然无法掌控,才会提前进行闭门处理。 其实,在这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故宫对开展修缮的人员进行了八大计议,上百项传统工艺的系统培训,直到2018年9月,全部人员通过考核后才开启了养心殿的修缮工作。 2018年9月3日,以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600年为理念,故宫博物院院长单几祥宣布养心殿修缮工程正式启动,并将其作为故宫百年大修的收官之作。 也正是在这次修缮工程中,专家们发现了困惑多年的养心殿阴冷之谜。 清除养心殿并未作为重要用途,主要是闲居之地,但是在雍正帝即位后,养心殿的用处发生了变化。 雍正帝即位后,便将养心殿作为其住所,处理日常的政务,雍正帝之所以搬到养心殿。 而不是居住在乾清宫,是为了给父亲康熙守孝,表达对父亲的敬重。 除此之外,养心殿面积较小,布局更为紧凑,更方便雍正帝的日常办公,处理政务效率更快。 在雍正帝建立军机处建立后,由于军机处位于养心殿的南侧,距离较近,所以雍正帝经常在养心殿听政朝会,养心殿逐渐成为了权力中心。 此后,养心殿一直延续这个地位,直到清朝灭亡。 孟子云,养心莫善于寡欲,清清凉凉的养心殿肯定会让人寡欲,同时清凉也有助于人头脑清醒。 但是对于北京的气候而言,夏天这肯定是好事,但是到了寒冷的冬天,这恐怕难以让人忍受。 修山人员在找寻石撬开地砖,意外发现在地砖下居然有两条管道。 这两条管道,一条是冬天走烟,另一条管道这是专门加水发热的,这样一来,在冬日便会提高店内的温度,不需要在室内烧炉取暖。 保持店内每个位置都是暖和的,有利于皇帝休息、办公。 而在夏天,则是只用走水的管道,通过江水循环,降低店内的温度,清清凉凉,保持了店内的清爽。 而后来养心店之所以一直阴冷,是因为溥仪驱逐太监后,一直没有人对养心店的走水管道进行清理,导致水一直存在里面,为循环流出。 所以游客进入养心店后,才会感觉店内阴冷潮湿,令人不适。 1912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退位之后,按照民国给他的优待条件,他还被允许居住在紫禁城中,所以这根暖气管仍旧在使用。 但是后来在1924年,溥仪被当时的军阀冯玉祥赶出了紫禁城,宫中也没有了皇帝,这根皇帝专用的暖气管也就此荒废了下来。 但是最后一次注入在内的热水,却一直没有被放出。 就这样,在管道之内存放了数十年,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水也在不断地挥发。 等到故宫工作人员撬开地板查看管道的时候,当年的热水早就已经挥发不见,由于本身就在地底下比较阴冷,这些挥发的水就变成了阴冷的水滴附着在管道以及地板下。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现在进去养心殿之内,非但不能感受到当年皇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威严之气,反而迎面而来的是令人感到不适的阴寒之气。 在那个时代能想到一个如此绝妙的办法来解决下热冬冷的问题,并且还不会打扰皇帝日常处理政务,保证皇帝的日常休息可谓是妙灾。 而这种以水升温的方式,也就是类似于我国北方小区中常用的地暖设备。 我们现在使用的地暖设备是在面临暖气片供暖不方便,加热不均匀等问题后才想出来的。 而古人们在修建故宫时就已经想到了这样的办法,其建筑细节之精巧,记忆之高超实在令人赞叹不已。 我们在惊叹的同时也感慨着这种技术只能运用在皇家而没有流传到民间,虽然皇家能够为推动技术发展提供保障。 但是同时它也在阻碍着技术的发展,精妙的技术更应该汇集普罗大众,而不应被一家一性所束缚,只有汇集大众才能获得民众的智慧,技术才能更加的精益求精,不断发展,而不是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掩埋在地砖之下。